選舉倒數 賴清德跟音隙的關係 到底如何 之前可以看到黃成谷 跟賴清德今年同台的畫面 好像要早有點吃力了 但很奇怪 他跟侯友宜同台了 看到這個北港朝天宮 12月17號的一個活動裡面 直接來看這個畫面 黃成谷一出現 現場示意說來 我們比OK 他就跟比OK 後來發現不對 這樣是3號 就把手放下來 但是主持人思議 就再喊一次我們比OK 後面那兩三次 黃成國他就沒有按了 可是黃成國何許人也 他有這麼不懂狀況嗎 而且後來還跟侯友宜握手 到底是無心還是友誼 現在就引發了討論了 所以他比這個OK 好像是侯友宜3號 後來趕快收回去 好 那同一天同一場 柯文哲來了 兩個人同一桌 說吃飯沒有互動 不過在前陣子 柯文哲也跟黃成國 好像是萬華的活動 兩個人也清三公 跟清三公的主委 也坐在一起 還搖耳朵 互動很不錯 然後現場畫面 我們其他照片可以看到 是各宮廟的人都在這邊 等於說現場就是一個 活生生的宮廟系統 賴清德到底有沒有來 現在獨漏賴清德 奇怪 你真的不顧這些宮廟 真的如外喘的說你宮廟 因為沒有黃成國的支持 所以大家就叫不動嗎 這個要請教楊明 其實這個我們的阿國大哥 他現在還是民進黨的中常委 所以昨天他那個在臺上 其實你其實那個施宜就說 大家比個OK 那個施宜應該知道說 因為侯友宜是3號 所以想說就比個OK 這樣 施宜是故意的 是故意的 施宜一定知道 但是黃成國會不知道嗎 沒有 黃成國想說 他是被頒一個顧問的證書 所以他想說既然是 結果發現不對 侯友宜是3號 突然想到趕快說回去 這個畫面我覺得有點經典 但是當然他那個應該是無心 他不是故意的 第二個就是說 但是黃成國跟賴清德之間的 那種叫做心結 確實還沒結 那尤喜 其實大家知道 賴清德上任第一件事情 做什麼 就是黨內除黑金 然後那時候就下了一條 這個修黨內的內規說 你如果以前有案底 有被什麼管訓什麼的 就不可以參選黨職 所以黃成國是不能 連任中常委的 明年他是不能選 他至少沒有把你直接拔掉 從那時候開始 黃成國就不再出席 民進黨的中常會了 所以今年他跟賴清德 真的沒有同台 他就都請假 然後所以你會發現 奇怪 他可以跟柯文哲同台 他可以跟侯友宜同台 他不跟賴清德同台 但他是民進黨的中常委 他是刻意要跟賴清德不同台 其實今年大概七八月的時候 那個時候 台灣的整個宮廟系統 就傳出反彈了 我跟你講 過去 民進黨在去年以前 就是說蔡英文在的時候 他們的這個宮廟系統 就四大天王 那時候內政部長徐國勇 然後這個黃成國 黃成國主要是 北部的宮廟系統為主 然後還有誰 還有洪耀福 還有一個是余政縣 南部 對 他不只是南部 他本來就是民進黨的 叫做宗教委員會的主委 因為他以前也是內政部長 對 所以就是這幾個人 可以Hold住整個宮廟系統 結果這一次出了一個狀況 就今年他們選霸法的修法 我告訴你台灣的地方的宮廟 跟地方的政治 是勾結在一起的 比如說我們講這一位蔡永德 蔡永德是北港朝天宮的 你用勾結兩個字 尾汗掉下巴 勾在一起 我不是說勾在一起 就地方政治的這個組織盤 跟宮廟是有很深的關係 那這個蔡永德 他四年前他是挺蔡英文 雖然他跟王金平 跟這個雲林張家都非常好 但他四年前轉向去挺蔡英文 讓很多這個所謂的宗教系統的人 都覺得很訝異 怎麼會去挺蔡英文 但這一次很明顯 他沒有站在賴清德這一邊了 那他會挺侯友宜 而民進黨的宮廟 我剛剛講的就是因為 選爸爸修法 有很多在地方 我們講2026都不能選 有議員的 有這個什麼鄉鎮市民代表的 有鄉鎮市長的 很多只要你過去 有什麼案 什麼案 什麼案的 通通不能選 而這些很多跟宮廟 都有很深厚的關係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當國民黨侯康的 王金平歸隊之後 這一股的力量 全面性的都壓在侯友宜身上 因為他們覺得必須要 至少國民黨 國會一定要過半 把那個法修掉 否則未來的地方政治生態 將永無寧日 這個問題是 這是賴清德主導的修法 所以我覺得從這個 整個最近這個互動來看 確實民進黨有一些隱憂 還沒有解決 請教我一下 我補充一下 因為其實剛剛 楊明講得很清楚了 黃稱國是什麼人 他以前台北市黨部主委 選民進黨的 不要講上不上去 比OK 光是跟侯友宜兩個人 這樣同台照相 如果現在他是賴清德 總部的重要幹部 你說潘孟安 他一定不會上去的 來來來 由於你什麼 你什麼 你結束往你下台 我才起來 不會跟他同台照相的 現場施疑 百分之九十九 就是挺侯友宜的 有人講說 來 我們照相比個讚對不對 他說來 我們支持媽祖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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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但是你知道黃稱國 你看他面無表情 導播現在放這個畫面 他怎麼會不知道 可是既然大家頒這個獎給我 對不對 我上臺的司儀有這樣喊 我就比挺媽祖 好不好OK OK OK完一次 他面無表情的把他手放下來 後面兩次他們一根 所以你永孝的爸爸 你一婚曾經說過 出來婚的 做過什麼 終究要還 也就是賴清德 他並沒有對黃稱國 我以重任的時候 他也就沒有讓你 就是說我挺你到底 我今天並沒有說 我要支持侯友宜 可是現場比OK的時候 為什麼突然就沒有敏感度了 因為我現在跟你關係 就沒那麼好 但是我也沒有一路比到底 而且還跟侯友宜怎麼樣 因為他比完OK以後 導播你可以看到畫面 他還是有過去跟侯友宜握手 有 他跟侯友握手 所以就是說 他確實現在跟賴清德 就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親 那以前蔡英文在選總統 在台北市所有的票 都是 你看他有沒有過去跟侯友宜握手 有沒有 你看也有 就禮貌性的 那你要折換他什麼 他握手的時候還講了一句話 就是 我不知道他講什麼 加油 祝你動算 我們不用解讀他挺侯友宜 但是他並沒有因為賴清德 現在跟侯友宜競爭的關係 而避嫌不跟他同台 不跟他握手 為什麼 反正你也不需要我 我現在不是說黃成果很重要很偉大 如果現在他的對手是蔡英文 黃成果還會在這場嗎 不可能 如果是蔡英文 他不會上台 我可以跟你保證 因為他以前 你要知道黃成果的父親過程的時候 蔡成果是特別回來去了 關係很深 然後也確實第一個他當過主委 他懂政治 然後他在宮廟這一塊的話 就是幫蔡英文把票都給摳到了 那他現在既然說 李賴清德沒有需要我幫忙 他也就沒有幫賴清德這一塊 我剛剛請教一件事情 范其斐這個影片 我看了也嚇一跳 他專訪蕭美琴 但是開中民意第一段說 很多人都會問為什麼是蕭美琴來 而不是賴清德 我有跟他們約賴清德的團隊說 想要談一些貓貓狗狗 比較柔性的軟性的話題 但他沒有興趣 他是堅持要談 國防外交跟中國的東西 所以最後就變成蕭美琴來了 那范其斐這個匪夷所思 他今天就道歉了 他說我提的所謂的賴清德團隊 其實是他們委託的公關公司 貓貓狗狗是他個人的言論 不代表是他真實的這個狀況 然後另外一位網紅艾莉莎莎 他又講說他有拍一個 跟專訪柯文哲 而且是一日跟著柯文哲 是一個系列這樣子 他說侯友宜跟賴清德 如果他們想跟他拍的話也可以 但你前提要做到 完全給你創作自由 不要審片 不要審稿 讓我自由的發揮 這個要請教偉翰 但我也比較納悶的是 因為你的解釋講公關公司 那得是有口口的 請教偉翰 好 我覺得各路搶票各顯神通 馬路辦造事會網路找KOL 或者是找網路自媒體的主持人 或是上電視台 你今天基本上 我個人的狀況是 因為我也訪問他們 我不會把我跟這些人約訪的過程 沒有透過公關公司 沒有 這個就很簡單 就借來要說問我 因為我就是政治記者 我本來認識他們 我不需要透過 公關公司也從來沒有過 透過公關公司是代表 也不代表什麼 也就是說他可能 哇 偉翰好厲害 也不代表什麼 但是必須要講 比如說像偉翰哥 他是他可以直接 跟蕭美琴的團隊直接聯繫 他都直接可以傳LINE給賴清德 對 就是說這個都是直接有窗口 我們都一般來講 我們一定是直接找窗口 透過公關公司是 所以我講 可能這個騎肥姐姐 我們的前輩 他可能沒有那個窗口 所以他可能透過一些 我補充一下 要說講這個 我覺得要講明白 因為騎肥是從 在美國駐點這麼久回來的 他資深的記者 可是他不是跑台灣的政治 你今天叫他電話打起來 打給馬英九 打給侯友宜 他可能不知道電話多少 他也沒有認識他們的幕僚 那今天因為 顯然是雙方有接觸以後 他跟網路的KL 像愛麗莎莎 愛麗莎也不是政治記者 所以他們可能有 我不知道是誰 因為我不是透過這個管道 我就是透過正式的本人 或競爭總部裡面的新聞 聯絡人跟發言人 所以他有公關公司這件事情 我們不要負面解讀 就是是不是有什麼 就是對價或什麼 他只是說他透過跟他對頭的 約訪的人 他們比較想要軟性的 而他希望來很硬的直球對決 所以後來沒約成 但我是說啦 就也不用在訪問 蕭美景的時候講說我沒約到 因為你今天訪蕭美景 就講到美景 不是說我主帥沒約到 所以我只有負得 所以顯然他也覺得 這個東西不太好 他也寫了一個道歉聲明 我覺得很OK 我還會再請教一件事情 連中國 這個抗中仇中 不是賴清德最愛談的嗎 為什麼連中國他都不願意談 好 那你看包含了外交 包含了中國大陸 包含了國防 兩岸打仗 我在訪問賴清德的時候 有沒有問 有啊 都有問 我在跟大家 不算爆料 其實我連續上有寫過了 有一個照片是賴清德 當國大代表的時候 寫臺灣獨立萬歲 他的競選團隊的發言人群 當中會覺得這一題好像太辣了 可是賴清德本人說 沒問題可以問 真的喔 所以就是他沒有不能問 賴清德跟你比這樣子 不是不是 我當然有問他 可不可以嘛 就可以問啊 他沒有跟我比這樣 你在害我 那時候還沒抽號次好不好 他就說可以問 因為每一個問題 他必須要回答 是有人可能對他回答不見得滿意 不過他是都有回答的 沒有說什麼東西不能問 不過賴清德現在有個外號 越來越響亮叫賴皮寮 不是那個薄皮寮 是賴皮寮 新的一個景點 那就這麼剛好 因為現在有一個知名的景點 橡皮炎 他整個突然就斷掉了 大家覺得很不可思議 因為完全都沒有監測 也不知道他何時斷的 如果有人剛好踩到上面的話 或附近底下有人在玩 這個水上活動的話 其實是非常危險 但是他就斷了 好 現在斷了呢 大家就想說少了一個景點 但是多了一個賴皮寮 這個打卡的景點 然後有疫情的專家說 這個位置那麼近 其實是有對應的關係 對應到民進黨要注意 萬里的這個違建就在旁邊 如果不拆 中北部的選票會大量流失 但很奇怪 這個命理師還講說 如果拆了要注意回力標的反噬力量 連拆了都有回力標的反噬力量嗎 然後趙少康說為什麼捨不得 因為他有造景 花木服輸那麼漂亮 難怪會捨不得 但有厲害的網友Google說 奇怪了 怎麼會有兩個人在那邊 除草掃 掃地 一個是國安局的人 一個是憲兵的小弟 他還穿著憲兵的迷彩褲 然後是國安局的 比對他們國安局的衣服logo 就是同一個人 這個網友真的是很厲害 非常厲害 好了 第一時間還跟大家講說 沒有 國安局不會做這個事情 但是因為有真實的圖片 你賴都賴不掉 後來國安局說 是他們去注意到 有人專門在做這個樹木的打掃 剪裁 他們是幫忙把這些設備清到旁邊 所以你拿到看掃把 是要把掃把準備移到旁邊 而不是拿掃 但你仔細看那個動作 這個叫做把設備移到旁邊 這個叫做把設備移到旁邊嗎 但是國安局就這樣講了 他說不是做清洗工作 只是把這些清潔的工具 把它移除到旁邊 然後講到違建 統神直播的時候自己都講了 說他們在桃園的老家 因為媽媽當時要加蓋 多多加蓋了幾公分 結果就被人家爆拆了 要拆掉 而且給的時間很短 所以他們被迫趕快現在 趕快先去租房子 現在違建變成是一個選戰 很重要的話題了 請教楊敏 首先第一個我們先補充一下 像比如說四年前 那時候蔡英文或是韓國瑜 他們都有去上博恩夜夜秀 一開始大家也都覺得很好 上這個節目 網紅節目很好 後來才發現都是付費的 所以我說如果今天上網紅節目 比如不管是愛麗莎莎 或者是說上面的范琪菲姐姐 如果未來被發現說 比如說裡面有對價關係 其實對政治人物 老實說會受傷 但目前愛麗莎說 但沒有差 因為到時候揭露的時候 都選完了 對 但是那個總是總有一天會被揭露 但是這個東西炒不掉的 可是我要講的是說 愛麗莎現在被質疑 她就說她沒有收 那范琪菲姐姐她也說沒有 我覺得就相信她們 她也說 范琪菲有說沒有 她沒有 她就說 因為她邀的是孝美琴 她沒有邀成功賴清德 所以我說這整個事情 我們覺得我們就是 反正有效果就好了 有被討論都是好事 再來我們講賴皮寮這個事情 所以為什麼會取名叫賴皮寮 他們網友的創意是來自於 萬華有個剝皮寮 所以萬里有個賴皮寮 還對賬 就她其實是有故意的 那現在我告訴你 最奇妙的是 那個有網友七年前 2016年他就跑去賴清德家旁邊去拍 拍了一支這個三分多鐘的影片 重點是你看到你以為是那兩層 後面還有這一塊 你看後面還有一個 類似這樣的小庭園 後面的我們是看不到的 為什麼 因為現在這個花園進不去了 他旁邊的花園現在我們進去 就是憲兵跟國安局去的那個花園 對 那天邱毅跟這個毛家慶 他們要走過去的時候 會有一個便衣的過來說不好意思 這邊是私人土地 他會擋你 對 會擋 他們不能 那邊就不讓人進去了 他怎麼沒有擋到Google的小車 這個 你要知道 還是這是網友拍的 還有網友發現 他那個Google街警車進去的時候 他旁邊的那個港哨 的那個憲兵馬上打電話回報 拍到他講電話 所以我說這個你就表示什麼 Google不是敏感的機密 他都會馬賽克嗎 這個沒有馬 他們可能那個時候不知道 應該說這個我覺得這個 國安局該不該派人這件事情 第一個要不要 那我們到底有沒有水戶在那邊掃地 這樣跟我說他收工具 我真的是不太相信 我們就講一個最簡單的 那天有人去直播 就有人擋 而且不只一個 所以你說有沒有人一定有人 而那個港哨就是在那邊 好 賴清德 而且為什麼 因為國安局如果會擋 通常是機要的地方 機密的地方 這顆數是多機密 重點是賴清德副總統 他有沒有住在那邊 沒有 第一個 沒有 第二個 這棟房子跟這塊土地 是不是在他名下 也不是 他的小孩現在有沒有住在那邊 應該也沒有 那如果這樣的話 為什麼要 為什麼要放一個港哨 如果今天是一個 比如固定放一個巡邏點 然後平常警察去巡邏 可是如果賴清德到這個地方來 比如說找一些朋友賓客 來到他的老家去做客 或怎麼樣的時候 我覺得如果有為安沒有問題 可是我覺得當變成一個平常 變成一個那個叫做 任務港哨的時候 我覺得國安局有必要說明清楚 雖然這是一個國安 確實是國安層級的 就是說今天是副總統的地盤 我愛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我覺得要有正當性 否則一個違建一個空污 有人24小時 而且是國家的公權力在保護 我覺得觀感上很差 還有一個觀感上面 大家相信會擔心的 D卡現在是一個 言論自由的地方 雖然它立民 但是你註冊的時候 其實要付出你實際的資料 D卡上面有很多年輕的人 會在上面表達一件 包括對評論時政 但是今天居然傳出一個 說D卡有洗來第一次驚爆 這個警察登門去搜索 而且搜索的陣仗 我看到照片至少有四五個人 有的穿警察制服 有的是穿便衣 後面寫這個刑警的照片 然後你看這個照片裡面 這個第一個警察 看起來是有拿攝影的器材 不知道是不是攝影的角度 還是怎麼樣 可是他看起來像是拿一個 攝影的器材 就全程在錄影嗎 是有史以來第一次 然後新聞報導本來是說 可能是會員有涉及詐騙 跟兒少上百個案件 知識體大 所以一度拒絕給個資 太囂張 警察還罵說你D卡 憑什麼言論自由 不要讓我進去查 但畢竟在選前倒數 一個月的階段 突然發生有史以來第一次 進到D卡裡面去搜索 你跟選舉會無關嗎 會沒有關係嗎 然後搜多久 報導裡面第一時間說四個小時 包括D卡公司 當時裡面還講說 以大法官釋憲的理由說 這個隱私權比較重要 受憲法保證 一度是拒絕他碰了釘子 還說這個本土社群 怎麼搞得比境外公司還要難搞 後來D卡正式的回應 他說他們非常積極配合調查 執法機構也有按照流程 揭示了必要的文件 也就是搜索令 所以他們有提供相對應的資料 後來刑事局也有解釋說 當天是找搜索票去拿資料 只有花一個半小時 然後他後來還有新聞報導說 是妨礙名譽 等於說有兩個網友 有一個網友被人家誣指說他是渣男 所以他要告對方 等於涉事的只有兩個網友 他要調資料調一個半小時 以及說要這麼多警察 你看這照片至少這幾個都是吧 至少四個人還要全程錄影 這樣會不會太奇怪了 那D卡在2019年的時候 總統去的時候還帶什麼 帶他一個西式珍寶 他的LSE的畢業增書去 你看就當成一個梗這樣 那他創辦人之一的簡秦佑 也照片上這一位 後來當國民黨的數位諸葛亮 D卡立刻說他三年前就已經退出了 當時是被認為他有切割的一個狀況 這要請教韋漢 其實D卡 第一個大家會印象中說 年輕人比較喜歡用D卡 現在會用PTT的應該都年紀比較大 因為以前在大學的BBS論壇 然後後來用PTT 沒有帳號的人不能發文 所以現在大學生或大學剛畢業的 用D卡 第二個剛剛耀州也講了 蔡總統四年前八年前 他年輕選到最多的時候 他跟D卡的互動很好 所以我們不用解讀就是說 現在是不是要弄D卡了 現在應該回過頭來就講說 D卡現在目前有出現 可能疑似有個資的問題 有兒哨的問題 有詐騙的問題的時候 那警察要辦案 希望D卡提供那個資料 D卡可能基於他的經營理念 或認為他一開始並沒有提供 但是已經累積到這個上百案的時候 那就跟檢察官報告 檢察官就去申請搜索票 他就去現場了 那有檢察官在現場的時候 如果以那個狀況看起來是很正常的 因為當檢察官要到現場去 直接取資料的時候 隨行被他指揮的警察就是會全程錄影 因為以防有爭議 到時候怎麼樣 大家可能還要上法庭 但我有個疑惑 需要這麼大的一個陣仗 如果他一開始跟這個 而且我們上百案是我們第一時間報導出來 後來刑事局的說法說 是兩個人的糾紛 他好像還有其他的那個 沒有說一開始是妨害民喻案 後來是說有一查 有很多什麼詐騙的 惡哨法 這個我們不知道 我們沒有辦法 才開始補上這些 但是因為今天檢方都說 什麼偵查不公開 所以都不會有關係 細節我們不知道 可是會不會有一個效果 就是我Dcard的用戶說 各自是會被交出給這些刑事 還有包括檢察官 那我這陣子選舉的時候 我不要少罵政府 Dcard的機房在台灣 那有一些可能不在 那如果不在了你就沒辦法 還有大家會講LINE 其實我覺得真的遇到檢警要辦案的時候 他會給你要資料的 那你有看到去搜索LINE的總部嗎 沒有 因為只要到一定的程度 LINE就會提供給警方 所以你要不要用LINE 有人會害怕這個 那我今天就有一說一就是說 真的已經出事了搜索票 就是這種狀況 他一定會錄影的 第二個就是說 你今天去了這個事情 對年輕人 對警方 對民進黨 對Dcard 對Dcard會猶豫 以後不要用Dcard 對民進黨會覺得說 你好像在打壓 你是不是要Dcard 可是Dcard以往 我剛剛講第一個年輕 第二個他應該算比較輕率吧 他二零二一年的時候 曾經有罵政府的事情 結果被刪除 然後有人還被停權 所以那時候網路還說 哇 蔡英文跟孫正昌 是不是有Dcard的帳號 所以就是說他應該算是 並沒有不友善民進黨政府了 所以你要把它套成說 那你要注意 你現在如果再怎麼樣的話 我們就要處理 我就不要把每一次檢調行動 都當然是這樣 可是選權一個月 是 就很敏感 所以我們今天討論這個 但是就是說回過頭來就是 我們現在網路世界 不管你去上哪一個平台 你如果遇到糾紛 有時候也沒有幹嘛 就兩個人在那邊對罵 而且罵得很難聽以後 我要對付公堂以後 我就去告他以後 他要查明對方是誰 就會跟你所知 可是如果你這個公司 不願意給資料的話 那就看會不會提升到 他又要收手票來要 他掉那個資料說 因為雲端硬碟的關係 那個資料他掉了一個多小時 兩個單號掉一個多小時 對 好 那另外一個是里長 現在北 中 南 各地 都有里長被調查 南部也有 中部也有 北部也有 那有四十一個里長 他去中國大陸完之後被約談 那國民黨現在嗆是司法界選 那賴事寶就講說 有個重點 他說他們的里長手機 居然被檢方扣押一個月 一個月代表什麼 等於還給你的時候 選舉結束了 那這一個月裡面里長想要幹嘛 想要聯絡什麼事情 恐怕都變得有點困難 許巧欣還講說 林楚音到中國大陸就沒問題 2014年7月20號到對岸 兩岸文化聯誼行 這個就是林楚音 林楚音又講說 當時是三立 三立叫我去我就去 各家的媒體都有去 說不要這樣子 他覺得沒有問題 如果不法歡迎去檢舉 倒是民進黨裡面 因為你得罪里長 里長不是一般人 他有認識很多人 可以影響很多里民 陳時中跳出來講說 我們有多少證據 辦多少事 相信不是去過大陸就是會選 包括民進黨的許淑華 要選立委 他也講說 有明顯被招待的要查 但是無辜者 也不要成為選舉的犧牲品 請教楊明 首先第一個就是說 到底這些里長 他們是不是觸犯了反滲透法 因為反滲透法大家要記得 他是四年前的大選前三讀通過 而且在選後才正式上路 所以四年前的總統大選 沒有反滲透法 這是第一次有反滲透法 可以適用在總統層級的選舉 這是第一次 所以你說司法 因為有這個法 所以我老實說 我覺得徐曉星去舉林楚瑜 那個真的是鬼扯 因為他2014年 第一個他不是政治人物 第二個然後那個時候 也沒有這種法律 法律 時空背景完全不同 對 時空背景完全不一樣 但是當初反滲透法 在立法的時候 就有很多人就擔心 他的樣太不明確 他的定義叫做 不可以被指示 被委託 被資助 去從事總統副總統選罷法 以及公職人員選罷法 裡面的助選行為 可是這些里長 假設他是國民黨的里長 他平常他本來就會去幫 國民黨的比如說侯友宜 去幫徐曉星 去幫這些 就你不用招待我 我就會喊侯友宜東算的 他本來在黨內 就有助選義務 像這次41個國民黨的這個 41個台北市的里長 裡面八成是國民黨籍 難道他們去了中國大陸一趟 回來就不能參加助選 就會變成民進黨嗎 不是 就是他們就不能助選嗎 如果助選 就有反釋透法問題嗎 如果今天這個對價關係 連在一起的話 我告訴你以後沒有 國民黨人通通不敢去中國大陸 這個叫做什麼 寒蟬效應 但是相對來講 我覺得這些里長 也確實要搞清楚一件事情 就是比如說你到對岸去 你是不是真的有比較優渥 如果今天比如說你自費 可是那個費用 顯然與所謂的旅行社的行情 是偏低的 我覺得檢調該查該辦 也可以去辦 可是你不要最後大動作去查 結果選舉結束之後 突然又 不起訴 沒事了 無罪 對 這個就是變成說 四年前叫王 因為他有一些案子 我發現法官是無保請回 對 目前只有一個里長 而且還是基隆的 五萬塊 被擠壓 擠壓 對 有一個被擠壓 有一個被擠壓 但是大部分 像台北的大部分都是請回 那有幾個交保而已 那大部分 老實說我覺得 像四年前 有一個叫王立強事件 不要再重演 四年後 然後我們這次反身頭髮 就是玩里長 把里長拿來玩 說穿了 不管他們有沒有 反身頭髮的罪責 或是說涉嫌 但我必須要講 但我發現民進黨的人 自己也抖抖的 因為選前做這件事情 我跟你講地方群情激憤 本來很多里長 對民進黨沒有那麼反感的 他們會特別反感 因為這是國家的積極 尤其有很多 你知道有六月份 去大陸的 這一波都被約談 等於說你今年 你只要敢去大陸 我通通都要約談你的話 難道這中間都沒有民進黨的嗎 因為我看今年年初 有一個里長到中國大陸去的 也有民進黨的 這一次大部分 都是國民黨跟無黨籍的 民進黨的不多 但是有可能是那種輕率 還是民進黨有接到通知 說今年可能要辦 你們不要再去了 有可能是那種輕率 但是他用無黨籍選 在台北本來民進黨籍的里長 人數就很少了 對 那他這次又特別針對的是 比如說文山區 松信 他是有針對性的幾個選區 去做調查 而因為一開始是民進黨的議員 把這個案子 在議會質詢的時候先解露 所以他們就檢調 就順著去查辦 那我覺得就是物亡物撞 第一個就是 如果真的有什麼問題 把它查出來 第二個就是 不要變成政治案件 韋翰 陽明剛剛講很清楚 就是你不要無限上綱 那你要了解 現在目前反滲透法 第四條到底是寫什麼 就是不得受滲透來源 那指的就是中國大陸共產黨 指示委託或資助 然後為選舉 總統副總統選霸法 四十三條之中 你要去幫他 所以你必須有政治的活動 而且你是受指示的 而且有資助 所以去大陸沒有問題 如果我之前受大陸資助 然後再對岸喊賴清德動 算違法 違法 當然他也沒有受 對名這樣 只要影響政治 而且受資助就不行 你還會懷疑 都不行 所以我說去大陸玩沒問題 可是如果照他講的團費 可是這樣很奇怪 比如說假的 我原本就支持侯友宜 然後到對岸 吃喝的開心 侯友宜動算 這樣也違法 不是 要做完 我必須講到這個 你今天講這點 我補充這句就好了 就玩就去玩 玩就去玩 你不要接受招待 你要幹嘛要招待你 為什麼招待里長 不招待別人 因為里長他回來會 會花選物嘛 可是像之前香港政府 也有機票免費送 如果當然香港政府 免費送的機票 那在那邊喊侯友宜動算算違法 以民進黨跟反送法 現在的那個計劃 不管香港或大陸 只要是資助你 讓你的團費減半 或者是給你機票免費的 都算資助 你就不要去接到他的資助就好 你去美國玩去日本玩 拿到還有人給你錢 都花自己的錢 就不會有事了 還有另外這件事情 我這個校園裡面 現在看到趙少康 因為開始在校園演講 開出紅盤 越來反應都相當不錯 那今天要到台大這個座談 但是陳大的這一場 突然出現狀況 那陳大師希望說整個過程 不要直播 不要開放媒體 要很低調的 幾乎當作沒有發生這樣子 那後面還有包括淡大 錦南大學 高雄科大文化大學 也接洽他要座談 很歡迎他去 但是後來學校方面 就有受阻 那成功大學後來剛剛講說 已經跟他多次表明 前面的人來 賴清德跟柯文哲來 也是都沒有媒體 也是沒有直播 但是你們沒有辦法配合 已經多次跟他溝通了 深感遺憾 趙少康現在就發現 好 這個時間空了 就給聯合大學演講 原本清華大學有受阻 但是後來千回白轉 12月26號清華大學演講 已經問題解決了 所以有可能是選前 最後一場校園的演講 那另外一個重要的人士 就是郭董 還有挺郭派的 週典論在昨天 就已經跟侯友宜同台 兩個人互動密切 這個牽手的牽手 咬耳朵的咬耳朵 那現在週典論 還講了一個重點 他說郭台銘在截止的時候說 我不能登記 登記的話國民黨 就會難選了 要給國民黨幫忙 所以有人說 這句話好像有幫 大家開示一下說郭董 依舊是心在國民黨 讓郭董好像有一個登台的機會 請教楊明 第一個就是趙大哥的 這個台南成大這一場 你會發現他們是拿 柯文哲跟賴清德的待遇 來對待趙少康 所以趙少康得到 總統級的待遇了 他是副總統候選人 但是他的待遇 是總統級的待遇 所以我相信趙大哥無福銷售 當然對趙大哥來講 他剩下時間 競選的時間不多 他希望能夠每一場都 能夠直播 能夠把透過媒體 有最大的效果 但是確實 陳大之前兩場 都是事後由校方來發佈 比如說裡面的內容 什麼逐字稿 或者說什麼QA的這些內容 所以我覺得 如果今天按照這個 前後統一對待的話 陳大這個校方 他們主辦單位 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這個就兩邊 能夠理解就好了 再來我們講到 這個周典論議長 幫郭董去發言的這一段 其實你知道嗎 郭董最近特別交代 他的郭辦發言人 不可以上節目 據傳就是黃世修 他是已經限制他們 不可以對外發言 那為的是什麼 就是怕這段時間 有人去解讀 錯誤解讀 這些發言人的談話 所以我相信 這個如果郭董 所以他這麼小心 就代表他總不要 總不要出來挺 我相信這段時間 叫做靜末期 但是郭董在最後關頭 一定會有動作 只是那個動作 會對誰比較有利 這個很難說 還是白 對 那包括比如說他去佔小介 還是佔誰的台 偉漢的表情 好像是有答案 沒有沒有我不知道 我跟他沒有很熟 但是周典論確實是 那一段時間 跟郭董互動最密切的 國民黨裡面的這個 而且他後期其實 還滿強硬的 對 他是非常核心的人物 所以我說周典論議長 他講的話 絕對有他的可信度 只是郭董 有一些代表性嗎 郭董願不願意 讓他講出來而已 好 我們更多選舉話題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新聞大白話 國民大會 黃國昌他爆料說鄭文燦 為了這些不利益的團體 來毒害桃園 到底怎麼回事呢 來看一下主角就是這一位 吳有信 這是他出事的 黃國昌出事的 在去年鄭月鵬選桃園的時候 符選台上面後面的主要幹部 第一個就是吳有信 吳有信這一個人 他開了一個家公司 叫做佑進科技公司 他被指控亂道廢棄物 有多恐怖 有多可惡 他用的是世紀之毒 代曜辛 用代曜辛做成水泥磚 供景觀工程使用 然後從2017年開始 亂道廢棄物高達675噸 數量驚人 獲利也很嚇人 1.5億 現在就對他求處15年的重刑 法院裡面有一篇文說 他自稱 吳有信 自稱跟桃園市長很熟識 只要拿到諸約給市員官員看 這一些污染很快就可以解決 如果不這樣的話 就成為廢地 用這種方式語帶威脅利用 跟其他廠商來互動 鄭文燦第一時間說 我跟他前來沒有金錢的往來 也沒有接受政治獻金 受邀上台 同台 不代表台上的人的行為 都要跟他們背書 王國昌又接著爆料說 吳有信本來2018年 要捐給鄭文燦100萬元 本來要捐 但是因為他違反了 政治獻金法的捐款 10萬元上限 最後就被退回 鄭文燦說 你說我cover他 可是問題是 這個又進科技公司 在他擔任市長的時候 被他裁罰18次 王國昌顯然有備而來 他雖然你罰了18次 但是2022年這個過程當中 都沒有被處罰 18次沒有一次跟有毒廢棄物有關 那又進科斯2021年12月1號 經過中央環保署 認為他有違法 結果後來在2022年整年 都沒有對這個部分來開罰 不過鄭文燦剛剛有特別解說 這個他解釋得滿妙的 說環保署雖然是在2021年12月發現 可是這個文轉到市政府的時候 已經隔了將近快要一年 所以後來他經過調查陳述 最後裁罰的時候 是在今年的2月 等於說鄭文燦說 沒有 我不是不知道 我有懲處 不過那18件確實都跟 廢棄物是無關的 這個請教楊敏 首先這位吳有信先生 其實他過去他是從事這種 所謂的五金回收 他非常久 幾十年了 他過去上新聞 你知道是為什麼嗎 因為他過去有專門幫 飛機做這個回收 就是飛機把它拆卸 把這些金屬 有的回收 有的怎麼樣 所以他曾經用廢棄的飛機 開了一間叫飛機餐廳 所以他在桃園 其實在地方是非常有名的 那這一次其實我認為 黃國昌跟鄭文燦兩個人 有點你知道嗎 就是互相校正 但是兩邊都在講 對自己最比較有利的方式 但我覺得黃國昌 他這一次的指控 你說有沒有打到 第一個 他說他是金主 可是鄭文燦可以說 我的錢 他捐的錢我退回去 所以兩邊都可以這樣 就打消了 可是他有沒有捐 有 可是他有沒有退 有 好 另外一個 他講說 黃國昌說 你請到有毒廢棄物的部分 你任內 在你任內明明查獲了 可是你沒有罰 一直到張善在上任才罰 好 鄭文燦說 我任內罰這家公司 罰了18次 只是確實沒有請到有毒廢棄物 但是他可以說 在他任內 就已經查獲了 所以這個東西 在兩邊我覺得這樣打 最後只是變成打觀感 就是說確實 我覺得最傷的 其實是那張照片 就是同台 因為這個同台要說 我不需要為他背書什麼的 跟他無關 這個合理 但重點是 如果鄭文燦當初他就說 你知道他有這些劣跡 可是在去年選舉 注意這是去年 你要看他的螢幕 他的螢幕上面的那個字幕是什麼 是講龍潭三席園區 所以是2022 而且是下半年 對 就是鄭運鵬選 桃園市長的時候 因為他說他是2022年10月 接到通知 會不會是還沒接到通知 沒關係 但是如果今天按照鄭文燦說 你任內才罰了18次 那應該對他有印象 這個廠商你罰那麼多次 你還是你的服選幹部 對不對 而且還站第一排 海警第一排 對 所以我說 對黃國昌來講 他在意的是 他是在打觀感 那至於到底 反正這個案子 就已經進入了司法審判 而且我覺得黃國昌最厲害就是 他拿的都是判決書裡面講的 他說 你看他是他自己講的 他說我跟桃園市長熟識 可是這個鄭文燦會不會說 他唬爛的 沒關係 因為這個過去也有一個叫做乾爹 以前桃園市也有一個乾爹案 沒關係 但是我說畢竟對黃國昌來講 這個都是法院判決書裡面的東西 他引用這個東西 鄭文燦只能認齋 但是我必須講 如果今天一個官員 到處都有人說 我跟你很熟 我跟你很熟 那表示你的刑事作風 就是相對來講比較海派 就是說你是很容易交朋友 讓人家有機可乘 對 不然老實說 如果今天很多的商人在外面講 不好意思 你可以幫我引荐一下 什麼誰跟哪個市長見面 很多是 他說不可能 鄭文燦不是這種人 對 不得其門而入的話 就不會有這種判決書 所以我說這個還是有他的 就是說黃國昌抓到了一段 而且這個東西 畢竟是法院的判決書 就是可以拿來攻擊 做政治的攻防 但這整個案子我必須講 目前兩邊都可以拿出自己 對自己攻防比較有利的市政 但是目前唯一沒有辦法 比如說到底是不是浮選幹部 這個部分好像鄭文燦 就沒有說明了 對不對 所以我說這個部分 確實在打觀感上面 確實我覺得對綠營 尤其在桃園 確實是有傷 確實也是觀感的 在台南的部分 88槍擊艾爾還有這些光電的事情 台南的民眾到底感知是如何 賴清德到台南去的時候說 88槍擊艾爾開槍的每一個人 都跟國民黨有關係 直接講很粗暴的講 都是國民黨 然後蔡英文去說 在野黨不要看到 綠色就抹黑綠電 排斥綠電就是排斥台積電 扣一個這麼大的一個帽子 那今天有相關的立法院 三讀修正槍報管理條例 公然開槍 公開場合 公然開槍的至少要關七年 希望我們的治安可以更好一點 請教我看 如果要中間有選這題 大家也不知道 就休了 現在只要開槍 不一定要打到誰對不對 就最高可以關七年 就是嚇阻這樣 四槍也是要關七年 亂開槍不行 因為這樣大家會對於自然感到非常恐懼 兩個重點 因為柯文哲禮拜六也去了台南 那包含了蔡英文總統 賴清德副總統跟蕭美琴都去台南 所以這是重區 這是一個絕對不能輸的地方 先前民進黨還說至少開六成以上 不要忘記賴清德選市長是七十二點九 將近七十三趴 那個時候賴省的明後就這樣來的 可是你看謝榮謙講什麼 沒有你讓你好吃睡 我們現在差距只有十趴在台南 台南如果侯友宜指數賴清德十趴 那民進黨又認為賴清德在台南 可以有六十趴 要中這樣已經一百一十趴起跳了 你六十趴 我五十趴 那柯文哲要幾趴 所以不可能 柯文哲在台南的場子 我看人也不少 所以柯文哲那個也破萬 所以一定有人不達標 但是賴清德跟民進黨過去在台南穩不穩 還真的很穩 所以就不知道會是怎樣的 但是觀眾朋友 我知道你要跟我講說 去年謝榮謙 包含那個民調美麗島都做不準對不對 台南確實現在國民黨發現一件事情 尤其在雲嘉南高頻 好像國民黨自己輸久了以後 輸習慣輸到已經都溢掉了 所以民調的時候也不表態了 但是你看民調輸這麼多 而開票開得出來 國民黨現在在期待就是 為什麼國民黨認為侯友宜有機會贏 就是他們覺得說中南部的民調都低估 侯友宜低估國民黨了 就做民調都做不出來 不然為什麼謝榮謙民調輸 紅衛成二十幾趴 結果開出來只輸不到五趴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賴清德六成的美夢就破碎 那如果是這樣就會變不一樣 那他要回訪 他要跟大家講 因為牽涉到八十八 像我們今天就不多說 他說那個植食到大陸續也資助他 他說明明跟國民黨比較好 其實我在講一件事 地方這些不管商人 或者是宮廟的租為什麼 他不會只跟一檔好 都會有遠遠 但是可能有這個 哪一個更好一點 特別清 但是你現在執政 我跟你不會有什麼不好 所以不用推是誰 那蔡總統這個也是厲害 因為他講說台積電需要綠電 所以如果你拒絕綠電 沒有人拒絕綠電 他是錯換概念 對就是說台積電確實是要綠電 而且不只台積電 因為以後要收碳稅 所有的企業製造都 沒有人反對綠電 而是你綠電亂搞 你不要弄到綠電光電的快速發展過程當中 有利益 有爐渣 有開槍對不對 那你有綠電 就弄到黑道 黑金這樣 誰會需要 所以台南很多的 像這個北門那些漁門 樓梯高的他們是覺得說 我很痛苦 因為一下子光電版那麼多 綠電也不是只有光電版 所以不能這樣講 就是說台灣沒有人不要綠電 甚至有一派是說綠電我要 可是我需要用核電支持綠電 綠就是反綠電 反綠電就是反台積電 那反台積電 台灣沒有人反台積電 因為台積電 現在目前護國身上 我們要靠台積電 美國才會保護我們 所以他等於又把他套進來了 就是蔡總統的說法 楊明 那我請教一件事情 有沒有發現說阿伯在這個 台南的動員能力 比想像中好 包括在昨天在桃園 也出來滿多人 有人說這一切都要搞些 感謝民進黨的張茂南 說他們凱道塞不滿 沒有那個屁股 不要吃那個蟹藥 這有關聯嗎 多少是有的 應該怎麼講 就是說從最近這兩個禮拜 我覺得民眾黨 就是柯文哲支持者 他們有一種叫做 某種程度叫做被迫害的情緒 包括他們講說在媒體上面 他們被邊緣 包括他們被兩大黨夾殺等等 他們有一種叫做比較悲情的 所以有那個叫做 看阿伯的氣球那個活動 就他們的支持者自發 開始用這樣活動 可是這個活動 你知道連在中南部 會自然湧出一堆的支持者 開始跟著走 那就表示什麼 表示他們現在支持者的熱情很高 所以借到凱道 那個氣氛很強勢的時候 有人出來潑冷水 他們就要證明給藍跟綠看 所以這是台南 桃園 接下來我相信每一場 場面應該都不會太難看 但是關鍵還是說 如果只有這些場 老實說我覺得離勝選還有一段距離 所以關鍵還是說 柯文哲有沒有可能有更多 比如說繼續的揭蔽 或者是陸戰上面有突破 否則畢竟他沒有那麼多的區域立委 可以幫他當分身 甚至他的副手分身的能力都有限 所以他還是很艱困 好 我們更多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以前聽陳其中在講 我們賣到日本的農產品 好像逐年的增加 但今天有一個公布的數字 非常的驚人 說我們台灣農產品 賣到日本的總值 創2009年以來的新低 今年的1月到11月 賣到日本的金額是6.7億美元 年減大概1億美金 大概大降了15.2% 這個幅度很驚人 然後包括舉例說 冷凍的鮪魚降了16% 鳳梨降了17.95% 之前鳳梨還是一個很標的物 那活慢雨下滑高達41.93% 逆差成長到2.4億美元 農業部的官員就講說 主要是疫情 疫情的關係 鮪魚 毛豆都受到影響 但是學者 台大農業經濟系的教授 徐世勳說 有可能是因為我們沒有掐 加入區域的組織 那其他有加入的國家 他們有關稅的調降 就會擔心未來這個狀況 可能會越來越嚴重 台灣的農產品可能會被取代 不過就在今年5月的時候 就如同我講的 陳其中還在的時候 農業部做了很多的這些梗圖 說我們賣到鳳梨多 增加多少 這個農產品出國 日本為第二大 怎麼短短半年出現 這麼大的變化 請教楊明 首先第一個最大的影響 確實如台大徐老師說的 就是RCEP 因為RCEP是去年1月生效 而且RCEP的成員國 主要是東南亞國協的國家為主 加上日韓 紐西蘭等等 所以他們水果也很豐盛 沒錯 跟台灣產的水果 重疊率很高 還有包括像菲律賓的漁業 其實我們都在 有些相似 相似的漁場裡面去作業 所以如果今天他們有這種所謂的 關稅豁免的 互相的 優待 對 為什麼要跟你台灣進 他有替代去綠 加上在日幣貶值的狀況下 台幣相對是 就是說跟台灣做貿易的話 相對來講對日本來說 確實是比較不划算 日本商人自己就會找到出路 比如說除非今天我們台灣 很有優勢的 而且無可取代的 比如說品質很好的 像我們阿里山的 你知道那個三葵 就是其實日本 我們都是銷日本的 所以你要他們沒有辦法 無可取代的東西 可是這樣的品項不多吧 對 所以當然我們還是 我們的水產品 銷日本的還是很多 還是非常多 所以我覺得關鍵在於說 只是趨勢上 我們確實是朝下的 那這個我覺得政府 就必須要正視 因為這個區域經濟裡面 只要我們變成所謂的 邊緣人的時候 那不是只有日本 我們會被越來越多國家 邊緣化 所以這個問題會越來越嚴重 我們更多的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最近很多人到日本去住飯店 都受了很大的委屈 跟受很大的氣 有一個知名的YouTuber 肉筆頭 他們總共有八個人 其中還有一個是 年曼的老阿嬤 那八個人去 他們訂的時候 對方的業者 他們已經入住了 然後業者說 不對喔 你的訂房的資料 有一間是三個人住 然後有一間是一個人住 加起來才四個人 你們怎麼會八個人 要補足六千塊 那這家飯店 在北海道非常有名 叫阿恆之森赫雅 休閒度假飯店 是和丁丁有名的赫雅系列 一個非常傳統的溫泉飯店 他們說這個過程當中裡面 訂房網的這個 也負責的人 也處理得花很多時間 包括這個飯店裡面的態度 又非常非常兇 甚至整理房間的時候 還摔東西 後來旅遊達人說 其實一般的人 這個幾個人訂 價格都差不多 也不會跟你計較 但日本就是非常講究 這一些細節 我跟你講這到底怎麼回事 日本的問題其實挺複雜 他去訂的這個訂房系統 確實跟日本的當地 因為他的飯店 商務旅館跟Leokkan 旅館是不一樣的 那旅館他會很要求 你住的人是小人 幼兒 還是怎麼樣 以及你進去以後 會有個入獄稅 就是你去洗澡 是要另外加錢的 所以他會很確定 你要知道人數 那當然他們是被 這個預訂訂房的房間的時候 跟飯店連通是搞錯了 可是我也要講一點 因為我也有熟知內情的人 因為他們是YouTuber 所以在 negotiate過程當中 一直在拍片的事情 其實也讓飯店房非常不爽 對